好,来说一下,这周呢我们讲的是这个HCNA的这个实验词导的一个讲解 那么这个实验词导呢是我们自己写的 那么参考了一些官方的实验词导 但是我们做了一些优化 把这个HCNA正常课里面的一些实验都给大家在这个实验词导里面做了一遍 然后呢为了能够满足大家能够用虚拟机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不一定都有生机 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这个虚拟机的这个环境出来 虚拟机环境呢也已经都准备好了 那么包含这个你可以去按照这个录像来进行安装 然后呢都有相关的所有的安装的文件 然后呢这儿呢还有一些官方的教材与官方的资料 如果说呢你觉得你觉得安装起来费劲你想省点事 其实就跟我今天一样啊 我今天呢就是 我今天呢就是 我今天就是里面 我的外面是一个物理机 里面是一个虚拟机 那么如果说你想得到我的虚拟机呢也行 那么就是这个VM这个环境 你直接下载下来 拿那个Workstation 12的版本 然后直接打开 然后直接开机 然后基本上就长我那个样了 用户名呢是刘 因为呢是我们的这个刘强龙老师做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密码呢是Sysco 然后打开之后呢基本上就就是这样吧 OK 或者说我给你关一遍 打开之后基本上应该说呢这就是一个空的机器 当然那你也可以按照林平洋老师的视频介绍在你本机来装 如果说呢你不想费这个事 像我这样我也不想费这个事 我也不想在我个人电脑上装华为的模拟器 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 下载我的这个 VM的这个 OVA的文件 然后呢用Workstation 12 打开它 开机 用户名是刘 然后呢密码是Sysco 好然后呢你就可以打开我们在桌面上准备的这个空配拓扑 一会儿呢我就基于这个来给大家讲 OK 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开机了 OK 你就可以开机 或者说呢 其实还有个更省事的办法 就是你把它开了之后 我洗完今天可能我会用这个Unity 好 这个弄完之后你会发现 你这开始拆单这个地方 就直接可以去 打开在那个蓄理机里面的一些文件了 那比如说你也可以在这点 Ensp 然后点开 你在外面就可以开它 当然其实是在里边开的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英国的东西 这个挺好玩的 其实我开的是一个蓄理机里面的 这种应用程序 OK 然后呢你可以在外边开 这是一会儿呢 我会给大家介绍这个货补 我这里简单说一下啊 这些资料 你们可以找商务去得到 OK 就是这个 你可以最出色 最简单的就是它 当然它有点大啊 13个G 那么你下来下来 你哪里的机器打开就可以了 也可以考虑 用这个视频的介绍 然后再配合这些资料 来安装一个华为的实验环境 这也可以 好然后呢里面呢 还有这个官方的教材与资料 然后呢还有这个 这个安装的这个视频 所配套的这个文档 也都也都在一起的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 FGNA的一些特权资料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 假设呢 你就已经装好了 如果是没有装好的话 你可以去按照这个实验的介绍 来进行安装 OK 然后呢或者说呢 你直接省事像我这样啊 直接把它下载下来 我来打开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大型有点大 13个G 打开之后呢 好 然后呢 你就可以用刚才我的这种方法 开这个 开完之后呢 你当然你可以在里面操作啊 我还是觉得外边操作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 程序 然后ENSP 打开 然后打开当才的那个 货补 然后可以开机 开完机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里面的Secure CRT 并不是你外面的啊 里面的Secure CRT 这里面接上机 好 然后呢 有软件 有Secure CRT 到那里 点击Secure CRT 然后这个连接 里面的这个设备 OK 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这东西是怎么做的 OK 这基本上我们都是空配 现在是空配状态 然后呢 我们一开始 因为我们上来是讲实验 我这是一个实验指导 这是我们可能未来会几个星期 我会慢慢的把这个 C HCNA的实验指导 给大家讲一遍 然后呢 我希望能够在我的正式课 那么 正式课 9月 10号 下个月 所开课的正式的 HCNA的这个课程 开始之前 我能把实验指导给大家讲完 那么大家有个预热 有个热身 大家都把这个实验做得差不多 然后再听听我给大家讲讲理论 把HCNA的理论给大家走一遍 那应该说呢 这是我们前一堂的整个课程的设计 当然呢 HCNA之后呢 就会有我们HCNT的相应的课程 那么这个课程呢 你可以在前一堂官网 那找到相应的课程的详细的介绍 当然我们也 当然我们也 一定有相应的 华为的IE 安全IE的课程 大家可以找商务去报名 还有呢 今天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今天呢 是我讲的第一次 这个HCNA的这个课 但是其实以前我曾经讲过 应该说两年多前 我曾经讲过 HCNT我应该也两年多前也讲过 但是类似以前的吧 我前一堂 那么我这应该是第一次讲 HCNA的这个安全的课 那么第一天呢 应该有促销 然后呢 你们一定要等到最后 我的课呢 应该今天 今天刚第一次讲 应该会不长 我应该会在十一点半左右结束 然后呢 我会把这个事呢 交给我们的商务 商务给大家做一个活动 然后应该会给大家抽奖 然后第一天报名会有一定优惠 然后呢 具体的这个 促销的一些细节 价格 我希望你能够找到 这个群里面的 或者说就在这个里面的 商务 然后找他 聊一些具体的报名的一些 细节 OK 请注意啊 11点半我应该就会结束 今天第一次课 我们比较少一些 主要有点商务 能够给大家做一些活动 OK 我给大家来热个声 开始啊 好了 那么该说的呢 我也说完了 然后呢 这个蓄力机呢 基本上也起来了 那么我的 我也连进去了 好 我来说一下 这是我们的实验环境 对于实验环境呢 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录像 来介绍这个蓄力机 是怎么安装 这个实验迫不怎么搭建的 OK 当然了 我这个呢 是在一个实验通货 已经搭建完的环境下 来开始介绍我们的实验子导 OK 这是我们的实验子导 那么当然了 也会 大家如果感兴趣 也可以去到商务去购买相应的书 好 这是我们的专门做的 前一堂自己做的 HCNA的实验子导 有些实验呢 确实是能够通过 华为的EMSP来做 有些确实没有办法的话 我们会用真机来做 OK 那么为了满足大家能够做实验 我能够尽量的用距离机做 至少今天我讲的应该都是用距离机做的 到后来确实距离机做不了 我会切换到真机 用真机来给大家演示 至少今天没有必要用真机的 OK 好 然后呢 我们做这个实验呢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实验的 简单的拓谱 我们可以看一个拓谱 那么由于是HCNA 所以说拓谱设计的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这是一个华为的USD的下一代防火墙 当然是续化的版本 那后面呢 我们会拿真机来做 并不是我 可能大家听过我以前讲过华为的一些课 那应该都是它的老一代防火墙 那这也是呢拿它新的6K系列的这个全新的这种防火墙来建造的 这是一个蓄力化的 应该说呢 这是一个蓄力化的防火墙 大部分 百分之六七十的实验 其实都可以在这个蓄力化里面来做 大部分实验都可以做 所以呢有很好的环境 大家可以用我们的环境来做做实验 OK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环境呢 首先呢有两个区域 一个是untrust的区域 一个是trust的区域 当然呢 我们也位于这个trust的区域 那好 其实呢 如果说你是学基于区域防火墙起家的 比如说你曾经以前做过Less Green防火墙 做过Juniper防火墙 做过真实网科防火墙 做过Plato防火墙 那他们这一路啊 他们这一路的基于区域防火墙的这一路的厂商 基本上就是trust trust就是信任的内部的网络 untrust就是外部的不太信任的网络 就非常如果说你学的是思科 那思科的话就来说 untrust的就等同于outside的 那trust的就等同于inside的 这是基于区域防火墙他们的老路子 他们就喜欢用untrust的trust的 这个习惯是由Less Green防火墙所开创的 OK 那么untrust或者说我们叫外部网络 2020.100.1.0的网络 那么trust的网络192.168.1.0 那么是我们的内部网络 还有一个网管网络 10.1.1.0的网络 OK 然后呢我们的防火墙 按照我的老习惯 那么防火墙的地址全部都点词 OK 然后呢我们的路由器 那么一般来说呢 路由器是几号路由器 就是点几那么里面有个AR1 那就点1192.168.1.1 AR2就是192.18.1.2 AR3就是202.1 百点1.3 然后呢一个网管PC 网管PC那就是这个10.1.1.100 OK 网管PC你可以理解是我的个人电脑 然后呢 这是他们的地址 然后呢所有的设备呢 都解决了路由问题 就是基本上我做安全实验 都没有什么路由问题 很简单解决 这样这么简单一个拓谱 要解决路由问题很简单 所有的设备直网关 到我们的防火墙 比如说所有的路由器 都有网关到防火墙 包含这个网管PC 包含一货用的FB client FB server 都顶了网关到我们的防火墙 所以说在我这个环境下面 其实并不存在任何 跟路由相关的问题 肯定就是网络是很疯的 OK 那么这个物理环境呢 已经搭建好了 如果说你还不知道 怎么搭建的话 你可以看看那个录像 来搭建 或者说就直接下载 这个微文件打开 就跟我这个一模一样的吧 OK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做一些 简单的配置 简单的配置 首先呢 我们还是要把网络配一下吧 网络我从头给大家配一下 其实要配的呢 那就是这三台路由器和一个USD 我们先来熟悉一下华为路由器的基本配置 我觉得大家今天进来听的话 可能也有一定的华为基础 反而华为的命令是够 如果说你习惯用司科的话 感觉确实是挺奇怪的 因为我 虽然说以前我干过 最近 又随意找感觉 找了一段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 进来之后 这是一个空配的号墙 那么 其实这就类似于 司科的尖角 执行模式 这个时候呢 好 请注意这是一个路由器 并不是帮我强 我先要把路由器的基本配置配了 好 这就是它的基本配置 这个配置看起来还算是正常吧 好 然后呢 紧接着你要做的呢 就是给它的G0-0 给它配IP地址 192-168.1-1 192-168.1-1 这个差不多 然后呢 你不必Low Shutdown 因为华为的设备正常 你一配IP地址 它就会R 如果说你非要Low Shutdown的话 你要用Undu 啥啥啥 Undu Shutdown 就跟Low Shutdown 那就是一个意思了 IUD已经配了 开了 然后呢 我们配一下路由 我们配一下more路由 好 OK 然后呢 由于不能网络通 因为一会儿可能我们要做 后续可能还要做各种测试 我们不要PIN 我们可能还要TELL 我们还要做各种各样的测试 所以说呢 我会把所有的这些路由器的 TELL的功能给打开 便宜一会儿 在专业房子上的时候便宜测试 因为安全嘛 那就不像路由交换 路交换 拼通啦 路由啦 通啦 拼通啦 就好了 安全往往呢 会测一些特殊的TCP的一些协议 比如说呢 网络PIN还不行 我们还得至少最容易开的嘛 那就应该我们开个TELL 最后设备我们都开个TELL 那么 这个大家看着还熟吧 那么这就应该像那个LAN VTY04的意思 然后呢是认证 模式 TASWORD 然后它会让你输 TASWORD OK 输一个这个密码 然后进来之后呢 你可以给设置 User Privilege 直接给它Level 15 就进来之后呢 就15级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 好 我们看啊 跳了 进到VTY线路 当然User 应该会说VTY就好 然后激活密码认证 输一个密码 然后呢 给一个级别 这个时候你可以自己 跳一下自己 你看这个TELL呢 就 跳一下呢 你看啊 这个 跳不了 好 因为你要注意 这等于 SKLU器的全局配置模式 全局配置模式 是不是并不能TELL 所以你要推出去 QUIT BLU-EXIT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TELL一下自己 192.16 8.0.1 OK 搞定 好 同样的方法 我配一下AR2 AR2 AR2 192.168.1.2 QYT 然后默认网关 然后User Interface Retrive 认证 他SORB User Privilege Level 多少 好 这个做完了 之后呢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退出 SAVE SAVE OK 我们这边 HIT SAVE 好 二配完了之后呢 应该是直连啊 所以我们可以TELL一下 我们的AR2 192.168.1.2 192.168.1.2 OK 改单录物器做完 我们来做第三台录物器 AR3 202.168.1.3 认证 阿索尔的 User Curvege Level 给一个Level 然后呢 你可以先存一下盘 好 然后紧接着呢 你可以再自己 跳一下自己 测一下这个 跳了啥 好 这搞定 我们也可以 Display Current 来看一下 检查一下 刚才我所做的配置 基本上刚才呢 主要就配了一个IP地址 配了一个默认路由 然后呢 再进到VTY线路 然后给了一个认证password 设了一个password 然后呢 给了一个级别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OK 这个大家觉得还可以接受吧 好 然后呢 下面我们来 开始配我们的正经 我们的报道 USD的 它是现在新达 下一代的防火墙 OK 我们可以来看看 怎么来给它 出手画 这是完全通常的 给回车 当你第一次进来 当你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它会要求你 出手画它的密码 请注意 这个密码就是 Council口密码 请注意 这是Council口密码 你输一个密码 然后再让你输一次密码 然后Council口进进来 这个应该是很奇怪的 我见过的所有的防火墙 一般来说Council口 如果说要密码的话 应该是用户密码 比如说 I do Admin 然后Admin之类的 好 而且呢 这个用户密码 不仅用于登录Council 也应该能够登录 图形化网管页面 你也可以用它来做SSH 正常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华为这个防火墙 第一次登录的时候呢 其实呢 让你出手画的是一个 Council口的一个密码 就只是一个Council口的密码 就跟那个SKLAN Council 0下面那个 Password的那个作用是一样的 并不是让你输了一个 用户密码 而且more呢 是没有密码的 让你自己去输两遍 来出手画这个Council口的密码 好 这就是第一个问题 进到Council口之后呢 你先进到它的System View 然后呢 Display CouncilPage 你看一下我们的 这个墙的默认配置 其实你主要关心一下 什么东西呢 你主要关心一下 这些这么多接口当中 有一个接口是有Paste的 其实这就是传说中的 网管口 它是第一个口 即0-0-0 你可以看一下 Snow Shutdown的 然后是有IP地址的 而且所有的网管都被允许的 而且这个绑定的VPen实例 可能有些人 可能我第一次学华为的时候 觉得VPen实例是啥呢 VPen VPen 这个真好有意思 上来怎么就VPen了呢 其实并不是 这个呢 其实就非常类似于 时科的VRF VRF 那么它绑定到这个Default 那其实你可以理解 它的一个VF 主要是用来做一个隔离的作用 其他的呢 一会儿呢 会到另外一个VRF 这是一个叫DefaultVRF 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网管网络 和这个正常的数据层面 转发的这些接口的网络 进行有效的隔离 所以呢 这是一种路由隔离技术 类似于时科的VRF OK 那一会儿呢 这些普通接口的VRF 跟它的VRF不一样了 这样的话就有效的实现了 那么数据层面的这些流量 和网管流量的这个有效的隔离 所以说呢 你要认为这是一个VRF 这是一个路由表 路由隔离 No Shutdown IP地址 允许了各种各样各样的网管协议 OK 好吧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至少在我这儿设计来看 那么我们 当然如果说此时 你在这个接口接根网线 把你的笔记本插到上面去 然后你设一个192 168 0点几 然后就可以去网管 我们的防火墙了 就跟那些家用的 一些路由器 那么开始的时候 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地址呢 并没有满足我们的设计 我们的设计呢 这个网管口呢 G0-0呢 应该是10.1.1.10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去 对它进行一些修改 DisplayCurrent Config Interface G0-0-0 这就非常类似于 四颗那个叫 Show Run Interface G0-0-0的效果 OK 那么这已经做完了 然后下面呢 我就用里面的那个机器 停队是里面的机器 我里面的机器 可以看一下 有一个口子 10.1.1.100 这时候可以Pin 10.1.1.10 好 这就已经通了 为什么能够Pin通了 首先当然我们是一个网段的 我是10.1.1.100 它是10.1.1.10 然后呢 它No Shutdown 而且它允许了Pin OK 当然其他网友 其实都允许了 这样的话 我也就可以 拼通了 拼通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在里面机器用 Firefox 用Firefox 然后怎么网管呢 我们可以聊一聊啊 网管的话 正常防火墙 应该用的是FGTPS 它当然也在FGTPS 网友上的网管默认 就不可能才GTPS 这么不套普的协议 也不大可能被用 10.1.1.10 关键点呢 这并不是回车 回车是多少呢 应该是TCP的413 我用的 它用的 并不是标准的413 而是8413 我先来说用其他的浏览器行吗 其他的浏览器 肯定就有兼容性问题了 虽然说我今天可能想吐槽一下华为防火墙 但是这个并不是我的潮联 因为其实各大厂商用游览器网管的时候都存在兼容性问题 都存在说 比如说斯科用IE 比如说这个 Poloto用Chrome 然后什么什么用什么 这个其实并不是潮联 因为可能有些人认为 这个游览器打不开 那个游览器打不开 那这个大家都这样 这个不算一个吐槽的脸 随着要注意 建议反而我们测的效果是 Firefox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OK 好 然后呢 记住是网管口的地址 然后呢 记住是HTTPS 然后呢 是8013号的用口 OK 并不是我们回车的400指向我们 并不是这样的 好 然后记住 现在呢 你开始输用户名 admin 密码是个啥呢 密码是个叫做 admin at 123 的这么一个玩意儿 admin at 123 admin at 123 好 当你输对之后呢 第一次 他会要求你说 那admin at 123 这玩意儿 你得重新改过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开始输 重新再输当前的密码 叫admin at 123 然后紧接着 你可以梳理 这几个密码了 华为 这个任何一个账号 第一次都要让你改密码 这让我很崩溃 然后admin 任何一个账号 都让你 初始化一下密码 然后他记一下 把你踢了 踢了之后 你再回来 下面我们来 这就算是进到网络面链了 可能有些人还在迷恋用密码行 但是我认为防火墙 还是应该用 初始化界面来配 因为特别是基于区域的 基于重的防火墙 你如果真想用密码行 那是 对你人生的一种挑战 这个配置量 并不是你可以接受的 初始化界面 确实在这方面 会有很多优势 基本上我还是认为防火墙 还是应该用 初始化界面来做的 当然今天 有些在 这个就是很讨厌的地方了 一般来说 防火墙 就算是斯科这种 坚持用密码行的 那么他的防火墙 ASA的 初始化界面 也能够做 所有的工作 没有初始化界面 做不了的 但是呢 这个上面 至少这个蓄积 这个还是有很多 在配置上 还是很难做得出来的 所以有时候呢 可能我会切换到密码行 但大部分还是应该用 初始化界面 我推荐大家防火墙 就别再用 密码行闹头了 你还是老老实实的 用初始化界面 特别是做策略的时候 建议不用 初始化界面 OK 上来呢 第一个潮点就要出现了 那么就是向导 向导都没有什么 向导挺好 通过向导呢 能够快速的 初始化防火墙 能够让它用起来 好 那么来看一下 我们走一下向导 名字 我们用QI行 账号就算了 下一步 然后呢 这个时间其实 没有什么太多问题 它并不是我们的东巴区 它用的隔离位置时间 所以这个时间 差八个小时 是正常 所以这个时间没有错 下一步 然后呢 手动PIP地址 然后呢 我们连接互联网的接口 我们给看一下 然后这个接口 这明显 这个G1-0-1 就是连接互联网的接口 那就是这个 AR3 这应该被我们指为网关 这个接口是连接互联网的接口 OK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选G1-0-1 IP地址呢 是202.100 100.1.10 我们把武器都点10 网关是202.100.1.3 然后随便配一个 DNS服务器 外部接口 外部地址 阎研码网关 和应该是武器 下一步 然后呢 内部接口 应该是G1-0-0 G1-0-0 122-168.1.10 好 然后呢 内部接口呢 起不起DFCP呢 就算了 不要给你 下一步 感觉挺好 你看这一步做完了 那我应用 其实今天 我的槽点 还是挺多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槽点 就要出现了 那个做完了 已经做完了 第一个槽点 是什么呢 向导配置的 默认策略 我们可以看一下 默认策略 那默认策略是什么呢 通过向导做的 可不是我做的 默认策略是什么 可以看一下 安全策略 默认策略是 原是任何 目的任何 去往任何 任何运游 任何服务 允许 我的天 这次才录录器 告诉大家 华为录录器 已经配置完了 USG华为录录器 已经配置完毕 然后全网已经通了 然后想怎么通 怎么通 这简直是 非常悲催的一个事情 这个时候确实 想怎么通 你个直连 也可以拼得通 拼一下直连吧 开始间可拼不通啊 就是刚才 李泰文也没有试过 拼一下 里面192 198.1.1 2 然后呢 里面拼外面 里面跳外面 外面拼里面 这个问题来了 外面拼入里面 华为录游戏 配置完毕 这个是我真的接受不了的 我上课这么多年 我给学生说一件事情 就是防火墙 什么叫防火墙 就是有些不通的 有些通的 那叫防火墙 如果说你啥都给我放了 你不要找我学了 你这不叫学安全 你这学乳交换 这个你说这个防火墙 如果说让客户 不明真相的客户 上来就这么突破完了 然后全网空了 你觉得他买的是防火墙吗 这是一个让人费解的一个过程 OK 然后下面呢 很明显我是完全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会选择把它给默认 还是禁用 啥也通了 OK 好 这个OK 好 禁用了之后呢 问题又来了 如果说你用禁用 禁用了之后呢 啥啥都不通 啥啥都不通吧 按你说正常我对防火墙的理解 那这些入屋器聘防火墙聘不通 那是很常的 防火墙本来就应该 本来就应该聘不通 你想想 现在都到什么时代了 你的个人电脑 你的Win7 你的Win10 难道默可以被别人评通吗 当然评不通 对吧 这是非常正常的 都评不通 都评不通 防火墙 这个倒是没啥可吐槽的 这很正常 你默认你干掉所有 那你要评防火墙 那当然评不通 但是槽点又来了 你聘防火墙是聘不通 但是按理说 防火墙是管别人的 但是防火墙其实按理说他不管自己 他自己应该不管自己的 我见过所有的防火墙 那就是说 那默认 你们都不能聘我 那我流逼啊 你们都不能聘我 这对 但是哪有他也聘不了别人的 这就是号称的一句话 那么我狠起来连自己都打 就是说 他默认干掉的 不仅把别人也干掉了 他连自己出去的流量都被干掉了 那这真叫做 我狠起来连自己都打 我狠起来连自己都揍 这就是牛逼的地方 我给你解释一下 正常防火墙 我基本上能够跟你说 这个说法 基本上80%以上的防火墙流量的 默认情况下 防火墙配来个例子 其他配 听不通防火墙 那比较正常 但是防火墙一般自己发起的 我就基本上没有见过 会控制自己发起的流量的 那这基本上没有 OK 这真叫狠起来自己都打 你看自己都通不了 这个有点奇怪 那好了 咱们来用一种 比较正常的一个方法 来让这个设备 能够拼充防火墙 能够让那个防火墙 能够发起流量 来去拼充其他的直连设备 那我认为 最标准的做法 首先我们聊一下 其他设备 怎么能够去 拼充我们的防火墙 OK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一下 首先我们可以 可以看一看 像我做了什么 他做的操作呢 就是首先 把我们的两个接口 开来的地址 这就是一个刚才做的 然后紧接着呢 把我们的刚才的接口 放到了相应的洞里面 这是我们的 Trust的内部洞 这是我们的 UnTrust的外部洞 这些都加了 加洞可能是要加的 因为这是基区域的防火墙 几乎所有基区域防火墙的一个规矩 一个接口不加入洞 这个接口没法死的 所以呢 你要让它通 首先怎么也得派遇地址 得No Shutdown 然后呢 把它给加到洞里面来 这是一个基本点 那同情话界面呢 其实也可以看 在网络 然后呢 在默认的接口 你点它 然后正常配 你首先你可以看一下 蓄力系统 好 这就是刚才我们啊 刚才你可以看到 这个VPN那个玩意儿 看 就这个玩意儿 就这个 你看啊 这个VPN叫主抗的 VPN实际是主抗的 当然你可以认为 VIF实际为主抗的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这些接口 VIF为Public的 很明显就已经路由隔离了 刚才不是说过这问题吗 你看啊 它默认合理了 好 然后呢 它要加到一个 Zone 创建一个Zone 加到 不叫创建一个Zone 加到一个Zone 加到一个Zone里面去 然后给它配IP地址 这应该就是刚才 所做的一些操作 OK 当然呢 应该也配了一些路由 比如它默认路由 也做了 这应该是刚才 向导给我们做的一些操作 我们可以看一下 默认路由 应该是我们向导 所做的 当然呢 用图约画界面 去配这个接口地址 用图约画界面 来把它加到Zone 都可以 用面行家也可以 我觉得这里应该看到了 我觉得大家应该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把它加好 那下面我们聊的呢 就是 怎么能够让 这些设备 能够聘通防守墙 这可能是一个 需求 当然打开 可能会有一定安全问题 当然这一般来说 是一个需求 那怎么办呢 几乎所有的 基于重的墙 都是这个套路 那你到接口级别 然后呢 你往下翻 这个时候 使用访问管理 允许一下 定 这个接口就可以被定了 允许一下 SSH 这个接口就可以被SSH 允许一下 那这几个接口就可以被淘汰 当然这几个接口都可以考虑打开 当然请注意 考虑打开是有完全隐患的 OK 我只是给你介绍一下 是可以打开的 但我并不是说 我在这推荐大家要把它打开 因为 为什么咱们就不允许 因为这样的话 可以让我把我将在 网络当中透明 当然更不能够 其实更不应该被 因为网管应该是由专门的网管网络 就是这个G0-0这个网络来做的 而不应该用这种 这种带类网管的方式 这特别是TELX 其实是非常不安全的 OK 那么我只是给你介绍一下 这种激活的方式而已 只是上课而已 OK 好 这个做完了之后呢 你应该就可以去看到 现在应该就可以听你的通了 这个 现在不关你怎么弄 他要拼出去还是通通 这个 很神奇 很奇怪 其实我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我觉得几乎我监控的所有防火墙 防火墙自身发起的流量 其实应该是允许的 这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华为默认 就是这样 就是没有激活 那想让我们的防火墙 访问别人吗 那可以啊 今天一个策略 那叫local zone 怎么来说一下 什么叫local zone 其实各大厂商都会有类似的 这种斯科的防火墙 叫self zone 当然了 这词不一样 有些叫local 有些叫self self 自己self 就是说呢 我们不仅能够控制 这个接口之间的流量 我们同样可以控制self 我们自己发起的流量 这也依然可以用self 发起的流量也可以被控制的 OK 那这个时候你想控制吗 那就要 我们要放过 我们self 我们自己这个洞 然后呢 去往这个时候 我们去往任何的洞 就是我自己发起的 自己发起的流量 为local 为其他档上可能会有self 然后到任何的 然后呢 那当然你可以限制原木地址 可以限制服务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允许 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允许的 本地去往任何种的流量是允许的 OK 那这个时候你放了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配置 呃 display card config 你可以看一下配置 创建了一个策略的名字 然后原种是local 然后全部放过 好 还有一种更快的方法 有些人说你看我 shave current shave current 这个 哇 这个后面来了 很麻烦的 你可以这样 你直接进到security policy 可能这个下面以后会很多 你直接display this 啊 这应该算是 还算不错一个东西 OK 当然这个技术呢 我记得我很多年前见到第一次这种技术的时候 应该在junos里面 juniper的房层里面 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 OK 啊 就是任何东西都可以去 你先进去 然后可以选择 display this OK 啊 这个技术还算是不错的 啊 但是juniper很多年前就有这么一个东西 好了 那么这个做完之后呢 我已经把我自身发起的流量 源自于这个local中的 那到任何的都放过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应该可以拼拼看 哦 OK 简单就聊了这些 啊 我们走了一下向导 啊 然后呢 把策略还是默认这个允许的进入啊 啊 然后呢 我们允许了其他社会来访问我们的接口 然后呢 也允许了我们把我上能够往外进行连接 OK 然后呢 我们再回到界面 又一个拖操脸道了 当我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我发现 哎 这这这怎么啊 这个 这个怎么灰的呢 我见到这个灰的界面 然后人生很郁闷 我觉得这是 哎 虚拟机 虚拟机的问题 这是bug啊 系统化了 可能我第一个反应是这样的 但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搞笑的现象是怎么样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这个搞笑的现象是 你看啊 设备状态图 你看这是不是设备状态图 它已经在里面显示了 所以说呢 这就 灰了 你想它亮吗 好 亮 亮 它在这 它在这个中间这个地方不显示了 它就那边亮了 然后你点一下它 它只要回来了 应该跑到后面 你看它回来了 它就 它那就灰了 这是很考验 人的智商 这一个 一个东西 比如说 它只要在这显示了 这就灰了 点不了 只要你就把这关掉 它就会显示一个东西 在这灰不灰 就在表示 这有没有显示 这是一种极其考验 人类智商的这个东西 因为第一个反应是 我怎么会看这边呢 我就看这个 这这这这我灰了 OK 这是一个比较考验人类智商的地方 反而我这个智商被它考验的够呛 这是一个让我比较吐槽的地方 然后再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也需要严重吐槽的地方 就是提交 在我所见到的所有墙里面 只要见到提交 那就意味着 我们在这做的所有策略是不生效的 做的所有策略是不生效的 一定要提交 然后会才能够传递 把这个策略传递到黄火墙 然后黄火墙才会生效 但是我告诉你 刚才大家已经看到过了 我这配了 那就绝对好死了 那提交有什么用呢 而且蓄力机的提交还报错 知道了吗 那我给你解释一下 神奇的好 也帮我详识 正常的东西 你只要确定立马生效 立马好死 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肯定是立马好死的 对吧 但是呢 个别的 个别的一些 跟IPS 跟防病毒 就跟那些 当然我们的蓄力机可能并做不了那些东西 跟IPS 跟防病毒相关的那些东西 就那些选项 才需要去提交 大部分是不需要提交的 所以说这也是让人一个很崩溃的一个地方 正常情况下 我见过几个 就像四颗 四颗基本上就 OK就好了 就行了 然后保存 保存为什么可以做 就是存盘嘛 这是一类 还有一类呢 就是像 好老手防偶像 就是什么都要提交 什么都要提交 切破的防偶像 什么都要提交 什么都要提交 它另外一类 不提交就啥 这些东西都是别话 完全没有意义 但是华为是一个混合体 就是有些东西呢 你不用提交 有些东西呢 你要提交 这又是一个严重考验 人类智商的一个点 这就是这个提交 可考验人类智商 然后那个面板 这个灰的也非常考验人类智商 一进来真的是 不知道它在想让你做什么 OK 好 这几个R 当然保存没什么好 保存 那就是保存 就是Save 就是存盘 提交 这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说不好的东西 用到其他的地方 才会用它正常 你别想它 至少我今天讲的东西 你就不要考虑它了 人类智商 再次被得到了挑战 然后呢 我们下面 基本上这才开始 我们正常的这个 Sensor的部分 第一个呢 介绍网页网管 网页网管 其实大家已经网管上了 OK 当然呢 我们这儿也给大家配一下 首先看一下 我们来检查一下 虽然说已经网管上了 但我们还是要检查一下的 我们首先呢 那还是要检查一下 我们的专门的这个网管口 然后它确实是 打开来去继续检查网管的 这是一个 然后呢 它确实也是被加到了 Zone里面的 确实也加到Zone里面去 OK 好 这是一个 然后WebManager 就是网管 这个应该打开的 我们可以看看 Curl 这个也支持一个 In的这个东西 Incrued Web 这也打开了 而且TLS 这个算法 准备了 所有的SSL一边 我经常说 所有的SSL一边 其实大部分都不如SSL 虽然说 所谓的HTTP S HTTP over SSL 其实大部分也不是SSL 那么大部分其实应该用的 TLS这个工业的标准 来自后其实是网警公司的一个Sales 协议也激进了 然后这也激活了 然后呢 地址也配了 NTTTP也允许了 贴口也加到重了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用倒霉的8443号章口 就可以网管了 OK 好 下面呢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说 那网管咱们已经进来了 下面我们又来聊一个问题 怎么创建一个用户 网管用户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回到数据话界面 命令行 你可以简单看一下 命令行 我们下面有展示 命令行是你到AAA 然后来到Manager User 起用户名 然后起密码 然后这位用户 服务类型是网页登录 然后level多少 文化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要了解一下 首先这个用户吧 你的对象这个地方 能看到用户 这儿可以参与用户 然后呢 在这个系统这个地方 其实也有用户 但是不一样 是管理员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归类 就是这些用户呢 应该是用于参与用户认证的 用于VPN的等等的用户 这个系统这儿呢 是管理员 就是管理用户 OK 这是管理用户 OK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这儿就创建一个网管用户 比如叫webuser 很低认账 当然可以支持radios 这些东西 我们后面还会介绍 然后呢 是一个密码 你可以看一下 在初速化的时候 我已经确认过密码 确认过 已经确认过 然后呢 是系统管理员 然后可以控制一下服务 web登录 这个做了之后呢 其实就立马好使了 比到AA进去 然后呢 Display this 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可以试试看 注销出来会给你报一个 让人不知所措的一个报处 别管他 抓一下 你看 你看 我明明确认过密码 他还得让我再确认一遍 而且还要把你踢下去 还得再输一遍 这是一个让人交心的过程 然后每次还要输这个 OK不要了 OK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还是别玩他了 我还是回到我的命 OK 基本上创业账号 没有什么问题 好吧 把这个用户创建 web用户创建 门管 这是什么 这个时候呢 我们继续 我们来做一下Tilet的登录 当然我个人认为 作为一个防火墙 本来就不应该开Tilet Tilet本来就不应该在防火墙上面使用 但是呢我们上课啊 上课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这个配置 虽然说呢有很多吐槽的地方 但是呢这个这是一个过程吧对吧 当然呢我应该也算是见过确实特别多的防火墙 我见过确实特别好的防火墙 然后所以说觉得确实有些差距 当然呢他的槽点确实有点多 我们再继续聊 下面呢我们来看看Til 那怎么能够激活Tilet呢 你可以看一下 Tilet的G0-0-0-0其实MORE是激活的 看一下MORE是激活的 当然你也可以在任何其他接口上激活 应该我其实刚才好像是 我已经做过了 在网络接口和接口 然后内部接口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激活 激活的看法 对 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看套路 Tilet的G1-0-0 实际放弊 确实这个Tilet是被激活的 好 这个被激活呢 这是严重没完的 按理说其他的应该差不多可以了 像呢你不激活允许了 Tilet就可以用了 但是他严重没完 首先Tilet 你要打这个Server 我感觉他的内盒应该是达Ninny 准够的 尤其是这些操作 Ninny是就需要 我就觉得 这个东西可能是要 Bang 改了一个Ninx的IPTable 已经起流量了 然后这个Ninx要修改一个东西 让Table的Service来打开 然后呢 下面我们登录到UserInterface APY04下面 Display this 我们先看 Display this 其实就是3A的 我这个Scanse档呢 开始给它改成PASSWORD 然后设了一个PASSWORD 我不推荐这样做 我就不讲了 因为一个防火墙 登录一个防火墙 首先PASSWORD就够不靠谱了 你还指望像这样登录吗 你登录一个设备 你输一个PASSWORD 连密码都不输 你希望就进到防火墙吗 这个外面也太不安全了 所以说咱们这种方法也就不了了 就是这种确实可以设一个PASSWORD 然后这个防火墙就跟一个路由器一样 这样就能够登进去 我个人认为这个也太不讲究了 我就不讲那东西了 确实没有什么太多意义 那这样我们还是保留 它默认的这个AAA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用户 AAA AAA 然后Manager User VTY User 然后呢 PASSWORD 我可以解释一下 如果说你不出PASSWORD 它就让你提示 确认两遍 你可以DISPLAY PASSWORD 当然也可以直接选择 说 这个就输一遍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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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图序话界面 我们看看 刚刚图序话界面 咱们做过 所以就没有在图序话界面里面做了 管理员 管理员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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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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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创建好之后呢 咱们就还是在内部 我们看一下192.168.1.14 我们这防火墙 哦 有一个东西没配 刚才我略过的太多了 什么东西没配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继续到这个 User Interface VTY04下面 Display this 默认的这个协议 只允许了SSH 就跟思科在VTY下面 Transport Input的SSH一样 这个还是比较讲究的 默认只允许SSH 并不允许TEL TEL确实很靠合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是这样啊 因为没有允许TELTEN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来到奥巴 SSHTELTEN 都允许 这时候差不多了 VTY User 你看啊 所有的 所有的 不管你圈子有多少遍 第一个任务 一定要在哪里面 人生是很崩溃的 哦 要让你用老密码 是不是让每一次我都得差不多敷个洗发面 才能够进得去 OK 这样的话 好 就是 再总结一遍啊 你非要TELTEN的话 接口级别要允许TELTEN TELTEN 嗯 然后呢 创建一个用户 能够支持TELTEN 给它一个15级 整个一个密码 基本上就可以 等我默认就可以了 好 嗯 然后呢 然后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SSH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SSH 首先你会发现它默认 根本就不能够登录 SSH 根本就不能够登录 你可以看一下 它默认Local的这个Key 是没有的 根本就没有Key 就是并想SSH 登录 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产生Key 果断的2048 好 2048是一个 比较推荐的一个字 有一定的安全项目 好 紧接着呢 你就要看 你要进的那些接口 有没有允许SSH 0-0的王广口 它一定是允许的 好 这里也没有问题 加到重这事 肯定也是搞定了 然后VTY 限度肯定也做过了 咱们可以看一下 interface VTY04 Display this 你会发现其实也是 这没有问题 3A认证 然后呢 其实3A认证 用户密码认证 然后呢 哦 SSH是允许的 然后呢 用户呢 也问题不大 我们AAManager user VTY VTY user 然后Display this 你会发现其实也是允许的 从这个角度上也没有问题 基本上前面都在看吧 没有刷了密钥子创建的 好 关于这个的话 那么下面我们来继续看 其实还是通了 你需要激活 SSH server 但是华为起了一个很神奇的名字 我可以把这个用户加到SSH允许清单里面 然后呢 这个呢 去定义了这个用户的认证方式 认证方式 还有什么呢 看看啊 SSH其实有很多种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还是用 password 不搞定了 但是 SSH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你提供一些公钥 来进行认证 来做一些公钥 来做一些签名 来做一些认证 SSH其实是这些 基于公钥的签名操作的一些认证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很少去用到 它一般来说 我们就输入 password 给服务器 服务器通过用户名 和密码认证 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还要为这个用户 Service 激活 S-Teleton 因为其实还有什么呢 可以看一下 还有一个SFP 可以通过SFP讨数据 好 只有把这些玩意都做了 之后 你创建一个链接 新建一个链接 10.1.1.10 Vtyuser 这个第一次链接的时候 会要求你存它的公钥 然后输 它的密码 不要着急 这个密码它都改过 如果没改过的话 还要让你重新再改一遍 是刚才改过的 所以说真的没有链接 如果说没有出出化密码的话 又得让你重新输一遍密码 然后输完了之后 你踢回去 然后又重新进来 SSH SSH 就挺讨厌的啊 这些东西 就是需要配的 要激活它相应的sower 好 这搞定了 下面呢 我们 这个算搞定了 这个已经登录完了 SSH也说完 下面呢 我们就来 说点 房伍强正经 吧 就说点区域间的策略 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区域间的策略 但是 咱们这是正常到了 房伍强的策略了 默认这个倒霉的 全部放过的 肯定不能打开 这个如果还打开了 我告诉你真的 你应该学路要化的 不用再学高 OK 很大 这儿还第一次是康总 好 然后呢 呃 我个人呢 还是觉得 应该把local 到A内的流量放了 怎么说也是这句话吗 怎么又哪有 哪有横起来 自己都打的这个说法吗 对吧 这个肯定是不行了 好 这是基本的 我认为 自己就不要放过嘛 我防火墙自己打起了蓝招 还要管嘛 对吧 这个也太过分了 我记得 我为什么喜欢学安全 原因很简单 学网络安全 我管控着防火墙 我让谁过就谁过 谁不服都不行 我想让我过我就过了 我想让别人过我就过了 我就控制着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很爽 心理上很爽 但你想想哪有自己管自己的 就是我就是想怎么立怎么立 我想去哪去哪 防火墙自己不管自己的 但是他就管你们 这个叫防火墙 这个叫安全 这叫一种感觉嘛 管连feeling都没有了 或者说你学黑客 那学上黑客 那感觉就是 我的也是我的 你的也是我的 我的服务器随便上 你的服务器我还是随便上 这就是学安全的一种爽的感觉 那如果说你狠起来 连自己都打的话 那这个就不爽了 这叫自略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呢 我觉得还是这个东西应该办吧 我觉得 好 这个时候呢 预间就是位于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我们的接口 是安全预 这是默认的 安全预 然后呢 我们的接口呢 我们的内部的信任 然后外部的非信任 其实并没有做策略 所以这个手里总通 当然是不可以的 那最开始的时候 那个全部放过的时候 我刚才也试过 其实是配封的 Pile的202.100.1.3 当然也是不可以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点最简单的 我们来回顾一下 帮我强的最基本的一些特别的设置 一般的情况下来讲呢 还是上来应该把object 地址 给做一做 就是定义一下 你们网络里面的几个重要的网段 然后便于一会儿 在安全策略里面来进行调用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新建一个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叫 Trust Network 然后呢 内部是1920.168.1.0-24 当然其实这点还可以再填 好 这是 网络 讲究点 基本上做安全 然后呢 再定义你的 Untrust Network 202.100.1.0-24 OK 好 这两个做了 然后呢 现在呢 才开始做你的策略 然后呢 新建一个策略 名字呢 就是从 Trust 到 Untrust 的流量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选 某一个区 当然也可以选多选 多选 你也可以只选一个 这是可以的 Trust 然后呢 目的呢 也可以多选 然后呢 你选一张Trust 好 这是两个 然后呢 一般来说呢 还是讲究一点 应该选一下圆 OK 然后呢 目的呢 如果说你真的上互联网的话 那应该还是 Any 但是在我这个环境下呢 就是Untrust 吧 Untrust 然后 服务呢 也可以 那服务 比如说我们选一个 把Tilet 放过吧 Tilet 咱们把它放过来 I3P咱们先别放 一会儿咱们再放 Tilet 基本上 就是允许 确定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策略 OK 好 这个策略当然是可以 被 可以看一下 可以被删掉的 可以被图置的 可以被移动的 我们感觉它移动 移动到哪儿去 可以 移动到这个之前 可以 还可以插 可以导出 还可以禁用 都没问题 OK 而且相应的还有几个项 你可以进行移动 好 这个做完之后呢 我们 我 我建议大家还是看一看就可以了 并不一定要去派吧 嗯 叫Security Policy Display This 你看 做了这么一个 这个 策略 Trust Unfrust 然后呢 原动 Trust 目的动 Unfrust 原网络 Trust Network 目的地址 Unfrust Network 然后 服务Tel Action Permit 这是一个策略 就是刚才我自身发起的换锅的策略 这个做完了之后呢 再看一下 是不是就需要啊 再说一遍 我们直接是不需要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Tel 搞定了 跳上去了 对吧 嗯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做一个防火墙 基本上 简单通完之后呢 一个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一定要查看一下 状态化表象 我们必须要 状态监控猫无理 这个我在证课里面 会跟您介绍的啊 状态监控猫无理 或者说你昨天听过 我的CCNV Security 的课 我也讲过状态监控猫无理 我们来查看一下状态化信息 DISPLAY FARAL STATION 绘画 表 回车 然后呢 你就能看到状态信息 这个 OK 我先说这是什么玩儿 这是网管啊 这是网管 网管 你呢 HTTT S48 43嘛 然后呢 我外面还挂了一个 SSH 这就一个22 还是应该一会儿就没有 这才是我正常的 HTT流量 这是哪个路由表 这是那个隔离的那个管理的路由表 这是一个数据层面的 普通路无器的这个路由表 然后呢 圆 目的 很明显你看到了有转换 对我在这转换 为啥呢 因为我开始找向导 看一下 在向导我帮你自动做一个转换 转换 你可以看一下很容易理解 圆 区域任何 只要从这个接口出 就转换到这个接口 所以说呢 很明显是一个 转换到外部接口 而且很明显是一个PAT 当然了这个东西 我现在并不需要 就是我现在打蛋了 那我们自己可以做 这卡在这儿 那我们这个时候 看到的 2020 100.1.3 这怎么可以看一下 这应该就没有转换了 OK 好 那这就是一个简单 那是PIN就聘工了啊 PIN 2020 100.1.3 拼通 养拼通 养拼通吧 继续放策略 我们多选吧 点多选 ISMP 一放过来 确定 确定 这个时候拼通 考虑 OK ISMP 我看得到 OK 这安全策略 这道没有什么好处的 通常防火墙 不应该这样 而且你可以 我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下一代防火墙 基本上 各大厂商都是这一个套路 就一条策略就所有 后面如果说有防病毒 IPS 等等等等的 全部的策略都会在这儿做 这就是所谓的什么 下一代强 下一代强的特点就是 一个策略里面 啥都可以在里面做 这东西是PALOTO 差不多十年前 所创出来的 这么一个套路 现在只要 号称自己是下一代强的 都在套路 不仅有华为 各大厂商 全部都是这个套路 一个策略里面 把所有的功能都放在里面 这是一个 所谓自己 号称自己要下一代防火墙 至少涨得像下一代防火墙 那么都应该有了一个 基本的长相吧 但是内在是不是 那就不一定了啊 好 这是基本的 OK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 监控的问题 那这个应该 这个知识点还是比较复杂的啊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监控 这个时候 我把FDB放一下 因为 因为我们这个实验里面 你可以看到 其实有FDB的 FDB档 它是Server 这个时候 我可以配置一下这个Server 这个地址是 地址是 202.100.1.100 202.100.1.10 10 然后呢 FDB服务器 然后指定一个目录 启动 启动 启动不一定 跟启动得起来啊 哎 这个是起来的 有时候它会报错 这个表示起来的啊 启动没问题 这个也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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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的黄好祥 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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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面呢 我们再配 这个以光 尤其一起来 我们再配我们的哪里 1920 1680 1.100 呃 我们 这样 我们还是 听一下 1920 1680 1.100 好 这个时候呢 你要指望说 能够连过去 倒针不太好 因为 把我相信 右方测了 这个时候把测了 再放一下 OK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应该就可以通了 2020 100 1.100 OK 通出 通出 好 我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点这个玩具干嘛 然后我再给你讲 为什么它能通 啊 这叫做 那个 FTP的两种模式 这是它的 passing模式 这是它的 active模式 那么当然 默认 我们的防火墙 是激活了FTP的监控的 应用程监控 你看 这些都没有起 默认就把FTP 给激活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默认是激活的 但是 又是关掉 就成不了了 我们来简单说一下 它的应用程监控的 这个作用 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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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 这儿就是 监控激活的 那么它起什么作用 如果干掉它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干掉它 当然 这儿 应该就on-do了 当然 这on-do就 相连node 就没有了 那你会发现 这个一旦被干掉 那么我们再测一下 再测一下 伸出 可以发现HOT 我们登录 这好像就有关系了 是吧 然后呢 你来帮我试试看看 我报一个错 我会报数据层面 数据信道 没有打开 对吧 随着这打开 但是 passive又打开 possive应该也打不开 因为我只是放了一两个 FTP 现在应该没有打开的 OK 那好 我们就聊一下这个FTP 什么叫active模式 possive模式 那为什么 这个东西被干掉 那为什么它就通不了了 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原因 究其原因 其实还是很麻烦的 我们来 要简单说一下 这个 FTP的工作原理 FTP的工作原理 我还用我正常的 呃 4科的课 我来介绍一下 因为这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支点 FTP 你要讲一下 简单讲一下FTP FTP 简单说一下 FTP 首先是一个主流的传输协议 数据传输协议 有两个信道 有两个模式 第一信道 第二信道 控制信道 数据信道 有两个模式 Active模式 passive模式 那这个时候呢 它叫做一个经典的 动态应用 所以说呢 我把我想不监控 它是通不了的 那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它为什么 它叫动态应用 它是主工作的 FTP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我觉得你如果说 你想在安全这一块混 几个经典的结局工作原理 一定要特别熟 像FTP 像HTTP 像SMTP 我觉得你必须要回收 我这里真的不是搞安全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Active模式 它的这个工作原理 那么首先呢 你客户去连服务器的时候 第一个绘画一定是 原端口随机 物理端口 21号端口 21号端口 这就是我们放行的这个死发流量 我们看一下我们放过这个死发流量 我们状态监控包固域的包围墙 只需要去放行死发流量 也就是FTP TCP 21 TCP 21 这个放过就可以了 死发流量过去 那么返回的S1ACP包 合理的ACP包 没有问题的 三次我手可以被建议 三次我手一旦被建议了之后 那这个时候呢 那你要干什么呢 但是我都干什么 之后呢 可能你就登录到这个服务器 到了服务器 你可能第一个任务就是说 我想罗列这个服务器的清单 服务器没有什么东西 我可能要感兴趣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发一个PODMino 这样我再给你来一个抓包 正常呢 应该这是三次我手 三次我手 三次我手完了之后呢 我就输用户名 我就输密码 然后就登录进去 前面呢 是三次我手登录 OK 然后紧接着下面 这个时候 你登录FTP的时候 开始我们不是可以看到一些清单吗 那些用户的清单吗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发了一个PODMino 其实我给他画出啊 就是任何 只要是这个服务器 这是我们的Client 这是我们的Server 只要这个服务器 向我们这儿要传数据 都需要见第二星道 数据包括正常的数据 比如说一个文件 还包括你要查询 服务器上的信息 比如说你要罗列服务器清单 那这都算是服务器要传给你的数据 包含罗列清单 看看里面的有什么样的文件 这叫数据 然后呢 或者说 你真要下载一个服务器什么样的文件 这也叫数据 只要你要传数据 只要服务器要给客户传数据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建立第二星道 那么如何能够建第二星道呢 就要考虑 那就有两个模式可以选择 一个是Active模式 一个叫做Passive模式 那么 何为Active模式呢 就是第二星道由服务器主动发起的三助握手 那么就叫做Active模式 什么叫做Passive模式呢 就是第二星道服务器被动接受的三助握手的请求 那么就叫做Passive模式 OK 就是什么叫做ActivePassive 第二星道服务器发起的叫Active 服务器被动接受的叫Passive 就这么回事 那么 有些人可能会问 那正常情况下我们的使用FDP的时候 到底用Active还是Passive 我可以解释一下一般情况下是Passive的 为啥呢 因为你现在市面上能够见到的所有FDP服务器都是都支持ActivePassive 但是呢 那么所以说呢 决定权主要在于你的客户端 我们的客户端默认会主动去尝试Passive模式 一般情况下客户端都会尝试Passive连接 除非你可以去选择 如果说不选择 你就是Passive一般情况 比如说你游览器拿去做FDP 或者说你装一些FDP的专门的客户端 一般情况都是Passive OK ActivePassive呢咱们也说完了 那么来看一下Active怎么能够建立第二星道呢 Active模式我们的客户会主动发一个Pot命连 后面跟一二三四五六六个数用五个逗号风格 六个数用五个逗号风格 这在说什么呢 前面四个数表示客户的IP地址 后面两个数 第五个数乘以256加上第六个数是装口号 为啥要给装口号呢 因为我们的Client要告诉服务器 不是Active吗 第二星道不是你来吗 那不是我等你吗 那我告诉你我在哪等你 我在137.78.5.5这个地址等你 我在5乘以256加141号装口号等你 那好你来吧 在这个时候服务器就会发起第二星道 圆端口请注意 圆端口很神奇 圆端口是20 目的端口就是刚才那个5乘以256加上第六个数 那个装口号 发起三次握手 建议三次握手 建议第二星道 然后在第二星道里面 传服务器给客户 这就是Active模式 简单而言就这样 第二星道就玩了 好当然呢 有很多工具啊 好你不仅可以研究Active的时候 可以抓抓包 或者说用一些比较黑客工具 你还可以看 甚至呢你还可以用Python来编一个 其实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 好我们来说一下Parsive Parsive是这么回事 三次握手永远是客户发起的 目的端口永远是201号装口 开始的时候 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一般来说 而且一般来说我们就是Parsive 那么所以说如果说你的Client 那么默认要求它这个远接 那么客户会发一个PASV的 正面应用级的请求 好这个话我没给大家看过 FTP我觉得大家可以花很长时间慢慢沿用一下 首先依然在握手 然后依然登陆成功 登陆成功之后呢 你接着我就发PSV 那我请求你是否支持 是否支持Parsive 如果服务器支持Parsive 那么服务器就会回一个227 给一个应用级的回应 也会回六个数 五个动画风格 这啥意思呢 不是说Parsive吗 我被动接收啊 你来啊 你来我告诉你吧 我的地址在 我的地址在 137.78.5.55 我在 4乘以 256加上第9 这个端口号 我等你啊 你来啊 我被动啊 好这个时候 客户 会以 原装口随机 物理装口 在他们计算的装口 发送操作手 来建立第二新道 第二新道建立之后呢 数据 由服务器 传给客户 这个数据 不仅有清单信息 可能还会有数据信息 OK 啊 当然这东西你可以抓抓包 用XCAD 玩一玩 用这个 呃 台省编一些脚本来 处理一下 都是非常有趣的 我全能够了解一下 那好 言归正传 为什么 咱们 把这个玩儿禁用了 禁用了 又通不了了 因为默认是要激活FB的 激活FB 那相当于啊 说的简单一点 防偶强就了解 你们这个Active或者Passive的这个协商的过程 那么 我会动态的 首先我是应用级识别的 啊 我能够识别你的FB 我知道Paw的命运 我也知道 PASV和227的命运 这些我都懂 啊 然后呢 我知道你们在协商什么样的第二新道 我们知道你什么这样的地址 我知道你什么样的专口号 那这样的话 那防偶强都知道了 这个时候第二新道完的时候 防偶强自动给他放过 自动就放过了 这就是 状态监控包裹的防偶强 你一旦监控了死发流量 返回的不用管 后续的不用管 额外信道 还是不用管 防偶强自动 全部给你放过了 这就是我们要监控 它的一个原因 当然正常情况下 是监控的 正常情况下 是不用愁的 你不管是用什么模式都不用愁 OK 为什么不用愁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我们防偶强做了监控 做了识别 我了解FD 这些协议不终就过了 我建议大家 如果手里在网络中 有一些语音流量的话 特别是这些SIP F.323 这些协议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监控 不监控的话 那些语音流量 是没有办法 可以帮我强的 还有PPTP 也要监控 这个VPN不监控的话 也没有办法 可以帮我强 OK 几乎它之后 这些经典的协议可能会被它们穿越 这就是这个的作用 我们这个Sandle讲的部分 其实要告诉你 这个监控 FTP的作用 它能够识别应用 能够自动放过应用 基本上就是这个效果 如果说呢 也可以考虑 你可以把装口改一改 假设 你如果把装口号改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把装口号改一改 应该是在装口号改一改 应该是在装口号改一改 你停止一下 好 你改一改 然后呢 你这个时候呢 你还是要放过 放过 TCB21号装口的流量 应该要放过 TCB21号装口的流量 好 OK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就 全部放过 你看啊 现在我流量其实都已经全放了 对吧 然后呢监控呢 其实也已经监控了 只是说呢 我这边呢 装口号呢 换了一个装口号 看这个已经 是不是有没有绑进啊 这应该也没有问题 OK 那这个时候 我们看一下 我们能不能够连2121装口呢 2121装口呢 那 Pasic应该 我提不到 Pasic我讲讲了 Pasic是怎么玩的 Pasic是 里边出去第一行道 然后第二行道 也是里边出去 里边出去都放了 就是Pasic应该有问题 但是我们来看看Active呢 Active应该就会有问题 你再装口看看 他依然见到比较第二行道 他依然不能够见到比较第二行道 依然是姑娘 依然是没有办法 他依然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 2121 黄我祥 并不会认为 他就是FP 黄我祥认为21就是FP 2121并不是FP OK 那这个时候 那我不能识别你的FP 那我也就不能帮助你 放行第二行道 那这个时候 里边出 Pasic有很多问题 因为第二行道里边出去 里边都让它放了 但是Active由服务器 主动往里边发起 这个我就帮不上你了 因为我并没有识别你的FP 我并不能了解里边 这个工作的特性 我并不能了解里边 还有第二行道 我 我认为你是英镑流量 你是有untrust到trust的死发流量 这时候就可以干掉了 如果说你想解决这个问题 呃 我们来看看命令好像怎么消 这图片画界面 确实好像还做不了 你就可以去做一个 做一个列表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标顶的 然后呢 来一个规则 自己看一下 服务器地址 0是host host就是0 host 2020 100.1.100 好 这个时候呢 你领了服务器地址 然后呢 你用做 home mapping 这个命令基本上跟四个都一样 FPC 报上 2121 ACL 2000 那就去告诉这个服务器 过于2020.1.100 1.100 它是一个FP服务器 它的拨户章口 是2121 请把去往这个服务器的这个拨户 帮助FP来死扁 协助他们建立这儿行道 协助他们能够通行 OK 那这个时候你再试试看 刚才Port就通了啊 OK 这就是 可以为特定的主机 特定的端口号 让防火墙 撕裂为FD 给它做监控 动态放行 额外的行道 请上去的效果 好 那么咱们今天啊 我说过今天我只是开个头 我们我后来 基本上每个周末 都会找个时间 我给大家能够 把这个SIMS 都给大家讲一遍 慢慢给大家讲完 OK 现在剩下的时间呢 我应该是商务有一个抽奖活动 你们可以 在群里面 可以跟商务进行互动 我今天呢 基本上就讲到这儿 下周 基本上差不多时间吧 我们再通知时间 那么我会把这个课程 陆陆续续给大家讲完 OK 好 大家 我这儿基本上差不多 下周我们再继续 OK 那大家可以参加一个抽奖 看看今天你们有没有好运